西游记第四回 官封毕马 新河族 明主齐天 亦为宁 孙悟空和太白金星一起 穿过南天门 来到天宫之中的灵霄宝殿 拜见了玉皇大帝 并且被玉皇大帝 受封为毕马温 听到自己变成了天宫之中的一个大官 孙悟空自然是喜不自胜 立即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可是你要知道 所谓毕马温只不过是一个管马的而已 哪里算得上什么大官啊 所以后来得知真相的孙悟空是勃然大怒 一气之下回到花果山 并且在鬼王的建议之下 自称为齐天大圣 什么叫齐天大圣 意思就是说和上天齐平 地位一样 那玉帝怎么会容忍这么一个造反的泼猴 所以立即封托塔天王李静为降魔大元帅 哪吒三太子为三坛海会大神 又任命巨灵神为先锋 一起去捉拿孙悟空 可是这些人又怎么会是齐天大圣的对手呢 不费吹灰之力 孙悟空就击败了巨灵神和哪吒三太子 吓得托塔天王李静 只得半世回朝 向玉帝诉苦去了 玉帝此时本来要派更厉害的天兵天将去收复孙悟空 可就在此时 太白金星再次奋摸登场 重提昭安孙悟空的建议 不就是齐天大圣的名号吗 没问题 只给他个虚名 不给他权利 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所以在得到玉帝的批准之后 太白金星第二次把孙悟空带到了天庭 咱们都说人丑 你得多读书 孙悟空就是吃了读书少的亏 因为在古代 曾经有一种让马匹躲避瘟疫的偏方 就是把一只母猴子放在马厩之中 只要马的草料上有了猴子的尿液 马匹就不会得瘟疫了 这也是为什么拴马的桩子 一定都要做成猴子形状的原因 所以毕马瘟这个官职 其实就是躲避马匹德瘟疫的谐音而已 让孙悟空去做毕马瘟 其实就是在讽刺 他是一只母猴子 孙悟空不仅没有听出来这是讽刺 还屁颠屁颠的去上任 管了半个多月的马 不得不说他是因为读书少而吃了亏啊 那现在孙悟空已经变成了玉帝承认的齐天大圣 那他会不会做一个安安静静的美神仙呢 咱们下回分解 点 谢谢观看